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亡人带路》 宋老娘是一个村子里的老会计 因为她这个人老实厚道没有心眼 所以村里人都称她为老娘 因为她为人老实 所以村长张大民就将会计这个职位安排给了宋老娘 宋老娘还针对得起村长 一看好些年 账目上从来没有出过错 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年 因为村头的树和土地被县里征用了 账目上有些混乱 宋老娘一连值了好几个夜班 这才将账目整清楚 村长张大民为了犒赏宋老娘 就在镇子上的一个饭馆 宋老娘宴请了宋老娘 宋老娘因为高兴 当晚便多喝了两杯 九点的时候 她与村长张大民告别 自己开始骑车往家走 张大民则去了镇子上的表弟家 过去农村没有路灯 到处皆是漆黑一片 宋老娘借着月光 骑着车子摇摇晃晃的往家走 这条路她很熟悉 又喝了点酒 即便是夜路 她心里倒也不怕 他们村的村头外面 有一处坟地 当时也没人管理 可以说 这坟埋的哪里都是 这条土路上 有一处小高坡 宋老娘哼着小曲 心里美滋滋的嘀咕着 这点小酒一喝飘飘然呢 看我提前蓄力 冲过那个小高坡 走你 想到这儿 宋老娘威威抬起屁股 她开始猛蹬了 就在这个时候 怪事可就发生了 不管她怎么蹬啊 车子就是快不起来 而且她觉得车子越来越重 似乎后面有很多人 在拉着她的车子 宋老娘这下酒醒了一半 她又存了一股子劲 开始猛蹬 但车子还是不走 这下宋老娘可慌了神了 她听村里老人说过 走夜路不能回头 但她还是想要弄明白原因 身后到底有啥呀 于是她转过身去 这一看 宋老娘直接尿了裤子 只见后车座上 正坐着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看上去像是孩子 穿着过去清朝时期的衣服 他们俩阴沉着脸 直勾勾地望着宋老娘 宋老娘大喊一声 扔下车子就要跑 可那两个小孩 就像黏在她身上一样 不管她跑得多快 那两个人就在她身后 完了完了 这下可碰到硬茬了 看来我今天命不久矣了 宋老娘不再跑了 她放弃了 因为她知道 她跑不过那俩小孩 宋老娘摊坐在地上 只觉得冰冷的手 开始往她身上摸 宋老娘不敢睁开眼睛 她双腿不停地打着颤 正当地束手无策的时候 眼前的黑暗中 却出现她顽固的父母 父亲严肃地对她说 儿子 你别乱看 闭上眼睛别理他们 快回家 来 我和你妈给你带路 宋老娘看见了自己的王父王母 心里又惊又喜 于是她紧闭着双眼 跟着父母一起朝前走去 不知道走了多久 宋老娘只觉那冰冷的感觉消失不见了 此时 父母亲对她微微一笑 也消失不见了 她猛地睁开眼睛 开始呼唤父母 可周围依旧是黑漆漆的一片 此时 她已经到了村头的道口处了 她连忙跪下身去 朝着父母埋葬的方向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回到家之后 宋老娘大病了一场 最后养了半个月才算好的 打着之后啊 宋老娘再也不敢在夜里 独自走那段路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